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深入的沟通 比如在工作中 如果你有一个同事小刘 他是这样和你沟通的 有一次啊 你正在工作的时候 他走过来直接对你说 我想问问你 你昨天PPT谈到的新产品的一个定价问题 你放下工作 刚没解释几句 他就打断你讲话说 哦 我明白了 你不用再说了 你啊 应该这样去定价 而且呢 你和他沟通的时候 你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心不在焉 他还不停地接电话 轮到他讲话的时候呢 他的语速飞快 你还没有完全理解他说什么 他却转身就走了 请问像小刘这样的同事 你和他沟通的时候 会感觉舒服吗 我相信啊 不仅是你 很少会有人愿意和小刘这样的同事 一起工作 他们容易打扰同事的日常的工作状态 沟通的过程中 也缺乏起码的耐心 很明显 这些人缺乏和他人建立亲和关系的能力 那什么是亲和力呢 亲和对话又有什么好处呢 所谓亲和力 就是一种使人愿意亲近接触的能力 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啊 在和他人沟通的时候 不会自说自话 他们会在舒适和自在的前提下 和别人进行沟通 快速建立起信任关系 而且一个有亲和力的领导 能够尊重下属 激发员工更加积极的工作 美国人际关系专家大卫曼斯泰尔认为 亲和是塑造信任的必要特征 研究发现 信任是打造员工 投入 高效 持续创新的一个基石 相互信任的团队 有助于公司的整体效率 所以亲和对话 可以建立信任的关系 彼此分享信息 增加理解 从而找到共识 相互协作 去完成既定的目标 那么在工作中 怎么进行亲和对话呢 接下来 我就带着你学习 亲和对话的具体使用方法 阿里克森学院创始人 马力连阿特金森 在他的 《被赋能的高效对话》 这本书中 一开始就谈到了 良好的人际关系 始于亲和的建立 他在书中还分享了 有效亲和沟通的几个方法 我汇总整理了五个方法 现在全都分享给你 这五个方法呢 分别是问候 使用语言柔顺极 提前说明目的 运用回放的艺术 以及匹配和通评 那方法一呢 就是问候 俗话说 良言一句 酸东南 恶语伤人 六月寒 时当的问候 表面看是一种寒暄 其实是对他人的尊重和礼貌 相信没有人会喜欢那些 连骑马的招呼 都不打的同事们 结合不同的场景 问候语有多种的表达 比如说 可以这样问 你好 这段时间忙吗 工作进转胜利吗 你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 有什么新鲜事 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你今天看起来很精神 这衣服真漂亮 这些都是用问候的方法 来加强清和 那方法二呢 是使用语言的柔顺极 使用语言柔顺极 就是正式沟通以前 你通过提问 把语言听起来变得柔软 这样就不会引起 对方的防御心态 对方还会感受到 你对他的尊重 具体的使用方法 就是正式沟通以前 你要询问对方 是否可以进行提问 你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 让语言听起来够柔顺 比如这节课开始的时候 讲到小刘的案例 他可以这样问 请问你现在忙吗 我可以问一下 PPT中说到的 关于新产品定价的问题 你看这就跟上面 直接了当的问 吃肉肉的问 就听起来完全感受不一样 对吧 当然你还可以这样问 你介不介意我了解一下 我有个问题 可以问问你吗 我能不能问问你 什么什么 那这些都是使用语言柔顺极 那方法三呢 你要提前说明提问的目的 在提问以前啊 你要和对方说明 你提问的原因 这样呢 对方就会放松 而不是猜测你的提问动机 如果你事先没有说提问的目的 问题呢 又比较尖锐 对方就容易不安 紧张 或者引发他的防卫意识 觉得被冒犯 比如刚才小刘可以这样提问 为了找到问题的核心 我想了解一下 你对新产品定价的想法 可以吗 你看这样一问呢 我们就会知道他问的目的 对吧 当然也可以这样问 为了解决你目前的一些顾虑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什么什么 为了解决你的困惑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什么什么 我能不能问一下什么什么 以便呢 你能做个决定等等 那这些呢 都是叫提前说明提问的目的 那方法是呢 你要运用回放的艺术 所谓回放啊 就是你要给对方反馈 或者小记一下你收到的信息 它是一种复述对方谈话中 关键点的一种提问技巧 那什么时候适合使用回放呢 一般啊 你可以在以下三个场景中使用 第一个场景 就是让对方感受到 你在很认真的听他的讲述 表示你对他的尊重 因此当你使用回放技巧的时候 你要用对方的原词 也就是原来的词 重复对方说过的话 小记一下对方刚才讲话的一些关键点 你还可以重点重复 对方强调最多次 感受最深的那些词 比如小刘可以这样问 那么对你来说 你觉得新产品的定价 应该是最多比竞争对手高10% 对吗 他回放你刚才说10%的这样句话 那你的意思说 请问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你看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 刚才你的意思是什么什么 那都是用一些回放的技巧 那第二个场景呢 就是如果对方的观点 让你感到困惑 或者不知道对方想讲什么 回放就可以帮助你理解 你还可以让对方来帮你回放 比如可以这样提问 抱歉 对于你说的什么什么 我有些不太理解 你可以再和我解释一下吗 或者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我听了你的故事 但还是不太明白 你的观点呢是什么 你可以再简单说一下吗 那回放的第三个场景呢 是为了接下来更好地和对方沟通 你需要一点时间 重新组织一下你的想法 回想一下刚才的谈话内容 比如小刘可以这样提问 我们已经花了半小时 聊了新产品的定价 这个半小时里面 我们主要谈了什么什么什么 对吗 那么最后一个方法五呢 是叫匹配与同频 匹配与同频呢 就是你和对方沟通的时候 你的语速 语气 表情 肢体动作 等等 要和对方尽量保持一致 交流行业里面 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跟带 好比是两个人在跳舞 你不能自顾自的跳舞 而是需要和对方 保持同一个节奏 和他人沟通的时候 也应该是如此 你不能自说自话 将观点强加于人 而是应该先跟着对方的节奏 然后再自然的将对方 带入你自己的沟通节奏里面来 那匹配与同频的沟通技巧 能够让对方感到很舒服 他会把你当成懂他的一个伙伴 两人的交流也会变得很有成效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让我来小记一下今天的内容 所谓亲和力 就是一种使人愿意亲近接触的能力 拥有这种能力的人 在和他人的沟通的时候 不会自说自话 会在舒适和自在的前提下 和对方进行沟通 快速的建立起性能关系 所以通过亲和对话 可以建立性能关系 彼此分享信息 增加理解 从而找到共识 相互协作去完成既定的目标 你可以用五个方法和同事 建立亲和关系 进行有效的沟通 这五个方法分别指的是 问候 使用语言柔顺起 提前说明提问的目的 运用回方的艺术 以及匹配和同频 好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说到这儿 感谢你的收听 祝贺你 你已经完成了提问的 最后一个场景了 改善团队人际关系的学习 那么接下来 我为你准备好了 提问的加餐工技箱 里面有四个日常工作中 高频使用的提问模板 方便你快速的运用提问技巧 那这次留给你的思考是 回想一下你之前和同事沟通时的表现 如果用一到十分来评估一下你的沟通亲和力 一分为最低 十分为最高 那么在问候 使用语言柔顺起 提前说明提问的目的 运用回方的艺术 以及匹配和同频这五个亲和沟通方法 使用的一个方面 你的得分分别是多少呢 你想要重点加强哪个方法的使用呢 为什么 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互动